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今天是年十二 然后我们华人每一个 就过年的每一天 好像都有自己的属于那一天的习俗 今天是什么日子呢 今天是老鼠娶媳妇的日子 也叫老鼠节 那为什么叫老鼠节呢 因为这天就是老鼠娶媳妇的日子 然后有一些很特别的 怎么说 禁忌 比如说在这一天 所有的剪刀要把它藏起来 为什么 因为剪刀剪东西的时候 会有咔嚓咔嚓的声音 那如果有这个声音的话 就听不到老鼠在偷吃灯油的那个声音 所以剪刀要藏起来 或者是用一个红线给它绑着 那今天也有送鞋的这个说法 就是把鞋器送出去 所以你有旧的鞋子 鞋子不是情人 不是旧情人 鞋子就把它送出去 那寓意就是把鞋器都送走 所以希望大家 无论有没有遵从这些习俗都好 今年的鞋器什么不好的 都不会靠近你 那紧接下来要出现的这位我的搭档呢 今年倒是第一次跟他拿红包 很开心 把时间交给陈丽婷 哈啰 大家好 大年十二 恭喜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字呢 也是上下结构的 我们来看看荧幕上的这个字 它呢 你仔细看 看起来有点像这个繁体字的这个头发的发 那其实呢 它跟这个召唤下面这个合起来呢 是读成条 特窑条 第二声总共有十五个笔画的 好 我们说它这个条字啊 它的这个上半部上面这个结构呢 读成标是它的部首 那这个标本身呢 它有一个意思 就是头发毛发往下垂的意思 所以呢 在这个字里头呢 它其实啊 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 男生女生成年之后 都要把头发竖起来嘛 那只有小孩的头发是往下垂的 所以这个条字呢 就是指孩童 或者童年的意思了 那所以有人说 垂条垂条就是指 可能三岁四岁到七岁的女孩 或者是大约八岁的男孩了 八岁的男孩 可能我猜个人解读 是因为男生比较成熟 所以到了八岁还可以叫做垂条 那昨天其实活力教育站呢 也有一个字啊 就是有一颗牙齿和一颗七 和一个七合在一起嘛 大概我们七岁的时候换牙齿嘛 那个字读秤 那也是指孩子的意思 所以我们把这个调和秤组合起来呢 就叫调秤 也是指童年的意思 那还有一些词 比如说调龄 调年 也是指童年 幼年的意思 那还有一个词叫做这个调记 就是有垂条还有这个便记 也是指孩子 孩童的意思了 那这个条字呢 也用在一句成语里头 叫做黄发垂条 这句成语很有意思 它是出制一个诗人陶渊明的一首诗 《桃花园记》 它就指有一个渔夫 他划船划呀划 来到一个世外桃园 看到了黄发垂条 并宜然自乐 这个黄发呢是在以前呢 指老人家他老的时候呢 白发慢慢地转成黄发 意思是说长寿的意思 垂条就指小孩的意思 老人家和小孩黄发垂条 这句成语呢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我们说时间过得很快 太阳升起来之后又下山了 在这日升日落之际呢 垂条也会变黄发 就指时间也流逝得很快了 这是我们今天这个字的分享 这个条字呢 有了这首诗之后 那个意思啊 整个意境就更加鲜明起来了 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太阳 太阳呢 阳光是给大地万物 一切生命的能量了 对不对 可是呢 在这个阳光里头呢 有一号杀手 它也是让我们提早衰老的一个原因 那就跟今天的主题有关了 要延缓我们的衰老呢 就要做到防晒了 一起去了解一下 关于防晒 你知多少 烈日炎炎在户外最让人难以忍受的 便是酷热的天气 要是没有做好防晒的措施 猛烈的阳光直接照射在皮肤上 更是会无情地给皮肤添上了色斑 刺激黑色素细胞 进而导致皮肤晒黑 甚至加速皮肤衰老的问题 户外的防晒功夫做足了 那待在户内的您是否会偷懒呢 其实长期使用电子产品 皮肤也会被紫外线伤害 市面上的防晒产品 琳琅满目 功能有别 我们该如何辨别标签 选择适合自己的防晒产品呢 今天就让我们学习如何正确防晒 安心拥有水嫩白皙的肌肤吧 其实防晒我觉得小的时候 好像没有太能知道那个重要性 尤其是长大之后 听到一个说法更害怕 我们向我们的今天嘉宾 Dr.Chan Dr.Chan 你好 来印证一下 到底是不是真的 什么说法 我听过的是紫外线是老化的主要原因 其实是对的 为什么 因为紫外线主要分成这四大类 A B C D 那么紫外线都从太阳里头来 这个D是不会到我们的地球上 C被我们的大气层进化了 然后我们剩下的是A和B 然后A和B里头 A渗透力非常地强 它造成我们皮肤的胶原蛋白 永久性的破坏 你看 是不是 所以才会老 因为没有弹性了 对 然后B就造成我们黑斑 然后你再看看一下 我们的紫外线里头 有95%是UVA 所以是防老化 所以很多时候别人说 我防晒做不足 或者是得到黑斑而已 其实是错误的迷思 可是如果我们穿衣服可以挡吗 其实不行 因为看UVA是吗 就算是皮肤它也是一样有渗透 这个衣服的能力 对 是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认识一下这三个东西 UVA叫长波紫外线 对 UVB叫中波紫外线 UVC叫短波紫外线 那我们比较大的敌人就是 UVA和UVB 长波和中波 你们说一阵 长波就是看它的波长有多 然后一般上长波它的波长 主要是在300多到400的这个纳里里头 OK 那这个 纳米 纳米 所以越长的宽波是它的渗透力越强 所以刚才UVA是95%的渗透率 95%的纸外线都是UVA 95%的纸外线都是UVA 对 它的渗透力非常强 就话说它会造成老化的能力非常大 这是真的 好 那医生如果我们躲在室内 会不会好一点呢 很多人说室内 可是室内也有纸外线 那为什么说呢 通我们的这个窗口 镜子 纸外线也会反射进来 那么一般上我们用的这些电子电脑产品 只要有光源屏幕 也是有纸外线的 对 它其实都含有纸外线 就是说手机没有吗 你看看 一般上我们看到这个 好比说我们摄影盆里头的白光 白光它的宽波在300多到700多 然后300多它是有个重叠 和什么重叠呢 UVA重叠 所以在这个手机他们所发出来的光源 它其实也有一个非常低量的 纸外线反射 可是依我们刷手机刷那么凶的程度来看 虽然是低量 可是还是会晒黑 当然看这个手机不会变成老 但是看手机不睡觉会老 真的 可是这个长期你累积下来的这个 在长久以来 它也是造成一个一定程度的破坏 对 还包括对我们眼睛 视网膜的一个照射 还有辐射等等的 这是真的 刚才医生说 UVA是315到400纳米 什么 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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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UVA相对就比较短一点 比较短 穿透力没那么强 对 蓝光是什么呢 在这个白光里头它拥有七种颜色 所以大一次在380到400的时候 这个颜色是属于蓝色 所以蓝色其实它就是在接近紫外线的这一个光源 所以蓝光它会造成我们皮肤 它的伤害是吗 其实跟紫外线它能够并润 可是蓝光会在什么东西出现 任何白光里头都有含蓝光 好难喔 这个哲学题来的 白光里面都有蓝光 你看那个彩虹 彩虹七个颜色 它最底的是不是蓝色 对 彩虹七个颜色 这个彩虹七种颜色加起来 在我们肉眼看到的时候是属于白色 如果白 对 义工科的 这我儿子也得过 我应该是还给老师了 所以蓝光其实对我们的皮肤 那个伤害很大 对 它就比较不好 可是我们有时候会忽略它的伤害 因为有一些伤害是可能是慢性的 长期的才会看到 有一些是急性的 急性伤害就是一般上被太阳灼伤 好像被脱皮的那种 不作伤了 有者不只是脱皮 还会水肿 就是整个地方发炎的 甚至开始有伤口 有水泡 那会感染 对 红斑就是跟晒伤一样吗 对 晒伤的时候就有红 红了过后才变黑 黑是因为它沉淀还是什么 因为晒久了吗 对 它这个颜色 黑色素沉淀 医生 我听过那个黑斑好像会累积 它可能不会马上就浮在上面 对 它可能在下面很多年这样是不是 一般上我们如果是说 黑色素细胞被破坏 被紫外线刺激 它所产生的这个黑色素是吗 对它会不只往外层 就是我们看到的老人斑 雀斑之类的 它也会往底层 里头跑 就让你整个颜色很暗淡 对 所以人老的时候 如果没照顾得好 你看它的皮肤 越老越黑 对 色泽也不均匀的 所以有保养跟没有保养是很大差别的 所以就去到我们讲的 比较长期的慢性伤害 对 慢性伤害 包括刚才讲的肤色会变暗淡 然后会过早老化 过早老化 因为UVA造成 这个胶原蛋白永久性的破坏 所以就皮肤失去了弹性 失去了弹性 抑制免疫系统又怎么说 那么我们皮肤是我们身体最大的器官 它其实就是抵制外来的这些病毒 吸菌的感染 那么这个紫外线 它其实是把我们的一些免疫系统的细胞 把它们抑制它们的功能 或者是破坏它们的功能 所以造成我们的免疫系统降低 所以这个皮肤就特别容易被损伤 被这些外来的不好的东西感染到 有一位明星 眼睛肛囊那位Hugh Jackman 他常说他有皮肤癌 是跟紫外线有关吗 对 这一个就是皮肤癌 那皮肤癌是因为紫外线造成 我们皮肤细胞里头的基因突变 所以最常见的这个皮肤癌 当然在我们亚洲华人 就不常见有皮肤癌 我们看太阳就多了 对 不 没有 不代表 不会 因为它没跑出来 就是它有很多的我们叫磷状 磷状腺皮肤癌 还有一些是肌底层皮肤癌 或者是这个黑色素瘤 各种各类的皮肤癌 其实都是由太阳造成的 皮肤细胞基因突变 你知道那时候Hugh Jackman得病的时候 他就呼吁所有的男人 因为男人好像比较忽视于防晒 希望大家能够多防晒 待会我们再跟Dr Chai聊一下 怎么样进行防晒才是正确的 试试一下 Hugh Jackmanई 假设 lover 多喝点水 就是要帮手排毒 因为身体睡觉当时 在排毒 如果不能睡觉 只得爪水排毒 ��一个星期间 都要选择1至2天 我們可以吃沙乐 没有肉 除了喝少年女人的维他命 我都會吃靈芝,給自己更多精神 儘量休息,儘量做更多運動 因為我覺得做運動 絕對能夠幫助我們抵抗 當你有需要時,增強體力 臉很重要是要敷面膜 我也挺勤力敷面膜 即使敷五、十分鐘,一定要敷面膜 因為你之後看到那天的皮膚 真的很想撞 例如我下妝後 或者那天我下班不夠睡 我也一定要敷面膜 即使我一分鐘也要敷面膜 因為皮膚要慢慢累積到很好的狀態 不是你突然做了一些機器 或者吃一件東西就很好 而是要用很多東西加起來 飲食、運動、美容要好好照顧 加起來就會非常好 歡迎回來,剛才講到紫外線的傷害 如果不理它的話 最嚴重可能會引發癌症的問題 對 所以很多人就開始要選防曬的產品 可是零零種種,不知道哪裡 從何下手 太多了,我們請教一下 Dr. Cha 這樣子我們有剛才講到UVA或UVB 所以我們應該要怎麼選 一般上產品裡頭,一個好的防曬 它必須要具備能夠保護UVA 也能夠抵制UVB的功能 所以產品上如果你有看到 這個有UVA、UVB 其實有一個多疑之間 對嗎?你不可能用一個防曬 只是UVA、有一個是UVB 所以一定要兩者兼有 才可以發揮到好的防曬效果 好,另外一個字眼就是 SPF 對 我們時常聽到的 對嗎?15、30、50 甚至有時常人家問我 是否是越高越好 那麼我們知道 它是保護你皮膚曬紅的一個能力倍數 那一般上,如果我們不用任何的防曬 我們走到太陽底下 10分鐘,我們臉部開始就開始 紅了 對嗎?就開始曬傷了 所以如果你有SPF10的話 它就是說這10分鐘,你能夠乘10倍 如果15的話,是嗎?10分鐘乘15倍 所以以這個簡單來說 你要看這個SPF 它其實就是能夠讓你的這個 防曬功夫、防曬的這個功能 能夠多長的時間 所以假設是15的話 乘10,150,就150分鐘 150分鐘,大概2個小時 所以我們很常見的是SPF30 30乘10,300 300等於5個小時 就5個小時 就比較平衡一點 所以就是5個小時後要補的意思嗎 對,就是要補了 就5個小時後,你就完全沒有防曬了 可是我們在一些防曬產品 你還看到什麼SPF,什麼UVA,什麼加加 加加加加 對,那一個就是我們看到的PA 這個PA,它是專注在這個UVA的保護 你有看到是三個 一個是加 一個加,兩個加,三個加 它是代表它的時間 一個加大約是4個小時 兩個加4到8個小時 然後三個加就超過8個小時 很多人的時候,他覺得是 我SPF30,它絕對是能夠保護到我 半天 5個小時 其實可以,如果你在戶外 你是在戶內 不是在戶外 你不會流汗 或者你不會溶掉 肩中,你去擦這個臉 洗臉 對,它這些動作 都會造成你的防曬指數大大的降低 所以那個加加加 這個時候就可以保護它嗎 如果它有這個加加加 它就是有8個小時,當然它就時間更長 對 我真的覺得大家都是要勤勞一點 是 我們來看一下不一樣的防曬的 一些原理,一些種類 比如說物理防曬 物理防曬,我自己的認知就是 它擦了之後會有一些白白的東西在上面 對,物理防曬以兩大原料為主 那第一個就是氫,氧化氫 英文叫做氫Oxide 第二個是氫,就是氫化氫 氫化氫,氫化氫 那這兩樣它其實是一種無機的粒子 然後塗抹在這個臉上 它的功效主要是反射折射 這個紫外線 把它打回去 對,把它打回去 然後它對什麼比較好呢 它其實是對UVB比較好 對短波,中波 中波的比較好 如果是UVA的話,它沒有那麼好 可是很多人不喜歡防曬產品 主要就是因為有白白的 對,就好像塗上九溝 人家說是高 所以它不好的東西就是 它比較粘稠,比較有厚度,比較泛白 那一般上如果現在你看到一些 比較稍微比較昂貴的這個 防曬產品 它裡頭其實已經用了納米級的 這一類物理防曬顆粒 所以就有可能沒有那麼明顯的 對,它沒那麼明顯 而且它塗上去的時候,是嗎 它非常的舒適 它就沒有那個粘稠感 粘粘的感覺 明白 那除了物理防曬的這個原料 還有一種叫化學 最常見的就是化學防曬 化學防曬就顧名思義 什麼顧名思義 這個紫外線是嗎 到了這個皮膚 被這個化學吸收 把它轉換成這個熱能 然後就可以排出去了 就排出去了 所以這是化學 好神奇 這個對什麼好呢 這個對UVA非常好 長波的 老化的那個 對,可是它不好的東西 就是因為化學 化學為本的這個原料 它就是會造成皮膚敏感 所以它這個 用這個它的劑量是嗎 你必須要一個斟酌 一個斟酌 然後你看到這個電視上 有講到是嗎 它其實有超過15 15種左右的這個化學原料 最常見就是這6種 然後6種裡頭 一般的產品 它會間中拿2到3種 把它做成產品 OK 都有效就對了 意思是說會過敏或影響健康 意思是說如果孕婦用的話 可能要更謹慎 要謹慎 對 因為也沒有任何的臨床研究 已經證實這一些化學物 是對小孩還是對孕婦 是有害或者無害的 所以就是以謹慎為主 當然我覺得如果是任何擦臉的 你把它吃進去還是有害的 是 可是大家要用就是 要卸乾淨霜 洗乾淨手這樣子 對 但是有一種是可以吃的 對 這個很神奇 這個我比較想知道 這個比較新一點 口服防曬 口服防曬本身其實它不新 它在市場上滿多的 但是我們這裡前提 我們今天談到的東西 是合格合法的產品 OK 所以為什麼合准 因為在我的這個很淺的姿勢裡頭 我所認識的這個口服防曬 是嗎 其實它只有一種產品 在馬來西亞也會有 這裡有的賣 在很多地方都有的賣 這個口服產品 它是從這個蕨類植物 萃起物 這個蕨類是什麼 你知道那個 水草 不是 這個紐西蘭的那個國草 那個Fern 英文叫做Fern 對 是Fern 這種是個蕨類 從中美洲等蕨類 它是從你的萃起 它能夠把這個太陽色 把它的紫外線轉換成 代謝物嗎 代謝物 對 就是把有害的東西變成無害 所以就用吃的30分鐘 到一個小時內就會生氣 對 可以兩小時 三小時 對 那我們可不可以又吃又擦 你一定要這樣做 那為什麼呢 因為吃本身它的防曬 其實是沒有外服的好 差這麼難 對 而且可能一天也不能吃很多 是吧 對 而且因為吃 很多人喜歡這個兩者兼施 搭配的原因就是因為吃 它其實提供了全身的防曬 所以一般上很多是什麼 去潛水 去海邊玩 因為你不可能把那個厚厚的油 往你身體 耳朵 指甲 腳趾頭都可以幫 我還是想了解一下那個原理 就我們吃了之後 到底那個陽光還有進入到我們身體嗎 那也是這樣 它到我們這個皮膚的時候 是嗎 就會那個不好的紫外線 它的這些 會破壞我們的這些日能 就把它轉換掉了 所以它的 明白明白 所以吃了之後還是在皮膚發揮作用的意思 OK 那醫師 是不是每一個人 他適合不一樣的防曬的一些產品 我個人覺得 當然就是沒有最好的產品 只有最適合你的產品 對 所以主要是看你的皮膚 如果你的皮膚是比較暗瘡質感 直的這個皮膚是嗎 選擇的時候就盡量不要選擇太這個 油的 所以我們現在有 會造成負擔的產品 如果分兩類的話 就分水性跟油性 是最大的兩類 那水性是比較指物理性防曬嗎 還是哪一種 你看我們之前看 我們這裡有一個水性 水性的 我們就來打開這個比較水性 真的是水 這個是比較水性 那這一般的水性它主要是物理防曬 為什麼 因為這個物理防曬 剛才我們提到那兩個原料 對嗎 其實它在水和油之間都能夠被溶解 所以它就很好的 是可以把它做成一個比較水性的產品 很清透的感覺 對 那麼至於油性的產品 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 化學防曬 它因為是油 只容易油 不容易水 所以你要用這個比較多的 這個化學含料的話 你至於你的油也要用到多 油性的油奶 我們有帶來蠻有的 比較油性的 來 我們看看 它叫很明顯 它完全是一整個一塊的 對 它就是擦起來比較油膩一點 但是也可以為皮膚吸收 對 當然現在的防曬 包括含有這個粉底的防曬 對 所以就省力了一個打粉底的工作 就調色這樣子 對 所以剛才Doctor你說 油性暗瘡皮膚就比較不適合 濃稠的一些防曬產品 那可能要就比較好吸收 比較舒爽的 然後我為什麼會特別說 SPF 35到50 就SPF 35到50 主要就是35是比較安床皮膚 因為我們不要帶來 皮膚太大的負擔 那麼如果是在 以這個臨床醫藥顯示 其實SPF 50才能夠達到 一個最好的防曬效果 因為它時間比較長 對 你看看如果是SPF 35的話 我們陳時350 幾乎只是6個小時 如果你早上7點 你開始敷的話 你看看2點 太陽正在強烈的時候 其實你臉部已經沒有防曬 所以醫生我們每一天 上班每一天的生活 也應該要選擇50的 算是比較標準 不管室內室外 50 對 然後我也建議 早上起床了放了防曬 那中午盡量找個機會 再補個防曬 再補個防曬 防曬應該隨身帶 對 就好像我每天做的工作 真的 難怪都對皮膚那麼好 因為他皮膚太好 你看鏡頭 他皮膚會發亮 每次來看他就很不平衡 OK OK Donger有沒有人不適合擦防曬的 沒有 只要你想皮膚對 因為我們說沒有 你一定要選擇最適合你的產品 基本上可能你對一些物質敏感的話 那可能就要 所以我們應該是要先試試看對不對 試在手 就是試在手背一些比較嫩的肌肉 其實在我們的衛生署 在這個註冊的管制之下 其實已經滿安全的 所以對敏感劑來說 我們就盡量避免選化學類的 我們也選物理 物理的 或者是以這個納米級物理 以礦物級的 聽您說的 就最好 那好 接下來這個很實際 要怎樣塗這個防曬的產品 OK 第一個當然要選擇適合的產品 那麼第二個就是你要用足夠的量 足夠量是多少 如果我們倒出來 我們在這個臉部 我們拿這個看看好嗎 好 這個臉部 這是臉 你看到這個有多 一個花生 那麼大 山東花生 不是巴黎花生 山東花生那麼大 這個就是能夠足夠得到你的 全臉的 全臉的 這樣子就夠了 夠了 然後把它拿叫 均勻的在你的臉部是嗎 點開 然後呢 點開了過後是嗎 再打圈的方式是嗎 把它弄均勻就可以了 一定要打圈 大家不要害怕 因為我們選現在示範的這個是 有一些怎麼說 調色效果 對 所以它有一個修飾的作用 如果擦在臉上呢 好像上了一層薄薄的粉底 對 就讓你的膚色更好看 而且這個量還滿足我們頸部的需求 不足夠 不足夠 好 我們的脖子的這個體 它的面積跟我們臉部不是一樣大 所以要多一個 多一粒 兩根花生 其實很多人都會忽略擦脖子 可是我們螢幕上都講到 耳朵也要防晒 這個我沒擦過 耳朵 為什麼 我如果是說好像我們這樣沒有耳朵 就是 不是交封耳 是嗎 對 你看這個耳朵也是皮膚 好 它也要塗一些在這裡頭 也要保護它 我以為它藏在後面比較沒有曬到 對 然後還要早上跟下午就是再補一下 那補的話 噴的這種會不會比較好 也可以 只要能夠保護到自己的皮膚 無論你用什麼方式都可以 就算是你補一些有防晒的粉底 是嗎 其實都可以的 這種噴的是直接這樣噴嗎 醫師 也可以 這樣噴 或者是噴在手裡頭 其實滿濃稠的 噴在手裡怎樣 然後再把它均勻地沾在臉上 因為這種噴的好像 比較適合有化妝的女孩子 對 就至少不會把你的妝狠狠地溶掉 這樣 是 所以戶外的時候 帶一支噴的是最方便 是 我們這裡先休息一下吧 對 待會兒我們會繼續跟醫師聊 更多關於防晒的迷思 休息一下 這個 大家好 我是88層霧天的Nicole 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紹的是褲子 而我手上的這個是馬來西亞 普遍多人養的品種 叫做Mini Rex 最大好處就是毛短 梳起毛來 打理方面比較簡單 牠們也是會有換毛的時候 一般上市一年會換毛兩次 所以在換毛的時候 只要你勤勞地幫牠梳毛 就比較快會過掉這個階段 因為其實牠破下的毛 本來就已經死掉了 太熱的地方 其實牠們也是很辛苦 拖毛也會更嚴重 所以如果我們養在室內的話 對牠們來講會舒服很多 外貓也會比較漂亮一點 Mini Rex還有一個比較有趣的地方 就是母兔子成年後 牠的景象會有一個大圈圈的肉 看起來很像長了一個 大女巫在那邊的樣子 其實那個是正常的 是女性的一個特徵 兔子並不是群居的動物 牠在野生的環境 本來就是單獨居住的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 一隻的話很可憐 沒有伴 就想買多一個伴給牠 可是這個傍晚會變成是 牠的競爭的對象 牠們會打架 所以外表看起來很可愛 可是其實牠們並不是喜歡 大家一群和樂融融的生活 所以如果你做一種臥話 養一隻 其實對牠們來講會比較好一點 兔子的話 其實牠算是夜行性動物 就是牠晚上的時間會比較活躍一點 代表晚上的飼料應該給比較多 因為牠會跑動比較多 吃也比較多 兔子的壽命其實蠻長的 如果是健康的話 平均可以8年 甚至是10年到12年 蠻多人會忽略的就是 沒有給牠吃牧草 牠們需要很高的纖維 如果纖維不夠的話 牠們會有蠻多的疾病 然後壽命也會減短 牧草是應該要無限量的提供 幹糧反而量少一點 蠻多人跟蠻多人的話 應該稍微低一點 是比較健康的養法 牠們其實是需要咬東西來磨牙的 所以我們就應該要買一些 可以讓牠磨牙用的 那種藤子的也有 木的 竹的 各式各樣都有 兔子來講的話 其實牠也需要做美容 剪指甲 洗耳朵 然後會幫牠洗澡 不過洗澡的話 因為兔子始終是 比較小胆的動物 如果我們不懂得怎樣處理 或者硬硬幫牠做的話 牠的小胆 是可以嚇死的 就是可以心臟冰包包而死的 好 繼續來聊聊看 女人一輩子的功課 就是講防曬 那其實也是直接地幫助你抗摔了 好 我們請教一下 這 Dr. Cha很多關於防曬的迷思 首先第一個 防曬霜和隔離霜是不是一樣的東西 不一樣 防曬霜主要是做防曬 我顧名思義 那麼隔離霜呢 其實牠最大的功能就是來隔離 我們的皮膚抵制外來的傷害 比方說細菌的感染之類的 我知道在這個化妝界裡頭 如果我講錯了 你要求證我 這隔離霜 這隔離霜主要是來提升那個皮膚的顏色 亮度 有點修飾的作用 對 可是的確是有一些隔離霜 是有防曬的效果 對 它是有防曬功效 但是它不能說只用隔離霜就不用防曬 對 因為很多隔離霜 它裡頭的這個防曬指數其實是不高 對 可能就15 我們看到常見 對 15 所以它不高 所以還是要靠普通的防曬 但還有一種是妝前乳 也是有很多有防曬系數的 對 妝前乳英語叫做隔離霜 對嗎 妝前乳主要是來修飾皮膚 來遮瑕 把你的毛孔收束 看起來好看一點 對 提升皮膚的這個均勻度 它也是有防曬 但是它的防曬指數也不高 那醫生 我有一個疑問 就是如果我們擦了這個防曬 再擦這個有防曬系數的妝前乳 或者阻礙都好了 那我們的防曬指數會不會更增加 不會 這個不會 對 因為它這個重疊是嗎 它沒有增值 它是重疊 所以你有30和15的同時 不代表55 不代表不能夠把它加起來 你到最終還是30 好 了解 還有一個說法就是 我聽過的就是SPF值太高的話 可能會對皮膚造成傷害 會阻塞毛孔 對 然後什麼防腐肌之類 對 我們剛才有聽到SPF主要就是 是以這個物理防曬的原料為主 所以防曬指數越高 當然它的這個造成皮膚的負擔也 越大 對 所以對它會阻塞毛孔 所以你選擇的時候是嗎 它的這個SPF值要有足夠的高度 但是你必須要知道 它SPF值是由其他的這個化學原料 是嗎 來跟它做一個加分之一 所以不能夠完全是從這個化學 沒有物理防曬的原料裡頭採取 得到這個效果 好 那還有另外一個 醫師 就是我們就是有粉底 或者現在很流行的BB Cushion 都號稱它有防曬的系數 對 那那個也不可以取代 那個不能夠取代 除非它的這個什麼BB Cream 什麼粉底的 它的這個SPF值或者PA值 已經被證實有足夠高 那麼是可以的 如果它不夠高 你還是要靠這個好的防曬 來做一個添加的功效 其實沒有 現在看市面上最多的粉底 30度算多 15 20左右這樣子 因為是可能它會改變質地吧 對 沒有 因為粉底本身 它就是一個大分子的東西 那個粉粒 對 然後你再加這個高質的SPF 就是更加就是 厚重 很厚了 對 好 那是不是說擦了防曬之後 我們就完全可以放心地去曬 理論上是可以的 只要你的這個PA值 SPF值是足夠地高 然後不要間中有流汗 間中擦臉之類的 所以實際上是 其實是可以 理論上是可以 實際上是不建議 好 當然就是 還是要照顧一下 但是如果是說喜歡戶外的活動 是嗎 游泳 還是潛水之類的 可以進行 但是要做好保護自身皮膚的工作 明白 所以醫生說在戶外 尤其是它的大太陽照射 我們的PA最好選三個家的 對 SPF至少50 50到70都可以 好 另外就是 好像聽說 防曬霜是需要時間去行動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出門前的 多久去擦防曬 一般建議大概是30分鐘 15到30分鐘 然後你看看這個物理防曬 它是在皮膚表層 對 所以物理防曬 如果你是純物理防曬 擦了就是有這個防曬的功效了 可是這個化學防曬是嗎 它必須要滲透皮膚的增皮層 這個表皮層是嗎 滲透 所以這個滲透是要時間 如果是這樣又要問了 因為我擦防曬之前 可能已經擦了精華液 什麼乳霜之類 如果你說那個化學性防曬 要滲透的話 我中間又隔了幾層 那它是沒有問題的 一般上沒問題 會一起下去就對了 對 那如果到了晚上 是不是就可以不擦防曬 或者在室內躲起來 OK 只要是沒太陽的地方 就可以 這樣子算沒太陽嗎 所以它是 在這裡是沒太陽 一般上 當然是 可是有燈光 你就隨個紫外線累積 所以晚上還是有燈光 除非你開 在家裡 不是 那個燈光其實是可以忽略了 那麼我們在這裡可能是講的是 陰天的時候 陰天的時候需要擦防曬嗎 看不到太陽 其實紫外線看不到 還是有 UVA記得嗎 還是一樣的滲透 穿透力還是很強 所以說陰天還是要防曬 對啊 陰天是太陽還在 只是被這個汙影遮住 紫外線還是滲透的 還要問 都有聽過一個說法 是水會吸收紫外線 所以如果你在傍晚時分 去游泳的話 雖然太陽好像已經下山了 可是它還是會有殘餘的紫外線 還是什麼在水裡面 這個論點不存在 不存在 太好了 所以傍晚有眼 可以不用擦防曬了 可以 如果沒有 只要沒有太陽就OK了 還有一點就是 我們擦了防曬之後 假設我選化學性的 那麼它就沒有那麼的厚 我可以不用卸妝嗎 女人攪起來的時候 不行 只要你要皮膚美麗 你一定要卸妝 永遠都要卸 對 不管用哪一種 對 因為無論你擦什麼 就算是不是防曬 化妝什麼都好 是嗎 這個殘留在臉部 就造成一個負擔 同時間它會參加這些 外面的病毒細菌 所以一定要把臉部 做這個好的清理 對 還有很多 比如說眼周都需要防曬的 當然需要 只要你的任何有曝曬在太陽底下的地方 都要做防曬 所以剛剛我們也提到耳朵要做防曬 為什麼 因為耳朵會被太陽曬到 所以這耳朵也要卸妝嗎 要 我沒有卸過耳朵 你沒做的嗎 我沒有 這個好神奇 好 我都沒有卸過 還有一個是因為 為什麼我會這樣問 是因為很多時候我們買產品 對 我們會有眼周的一些專屬的 比如說眼皮比較脆弱什麼的 所以如果在眼周擦防曬 會不會受物理性防曬會比較 會 如果你的油脂太高 或者是SPA值太高的 它造成皮膚的負擔 肯定會產生油力 所以 我是說沒有最好的產品 只有最適合你的產品 我跟你說 你在這些地方就擦物理的 然後這邊就擦化學的 那家裡要有至少兩罐的防曬產品 可以這樣嗎 醫師可以混合著用嗎 其實不需要 其實找到最適合的產品 兩者都有 一罐走天下就好了 好 醫師有最後的建言嗎 關於防曬 對 我們看不到的東西 不代表它不會傷害到皮膚 紫外線就是其中一個很大 那麼黑斑其實很簡單 要治療黑斑很簡單 可是皮膚永久性的膠原蛋白 被破壞掉 老化的時候 是救不回來的 對 你就救不回來 所以防曬 所以如果我今天能夠給你三樣東西 讓你變美的話 是嗎 第一個就是防曬 第二支是防曬 第三支 海是防曬 我還期待有什麼其他禮物 老闆 你會來下一集的 下一集我問你 如果有三支 你會給我選 對 好 好 我們謝謝醫生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謝謝 謝謝 我們現在把時間 換一換氣氛一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烘焙的這個時光 你好 大家好 我是Chap Lloyd 今天我們要教大家做的是國王派 今天我們要教大家做的是國王派 粉和牛油 混合均勻 我們可以把醋直接混去水裡面 然後再慢慢地倒入 大概攪拌一分鐘左右 稍微混合就好 然後放入保鮮膜 放入冰箱 休息30分鐘 在我們等待麵團的同時 我們可以製作餡料 首先我們加入牛油和砂糖 用我們的夜形攪拌器 攪拌至奶白色 一邊攪拌呢 我們會慢慢地倒入蛋汁 加入我們的杏仁粉 攪拌均勻 最後我們再加入橙皮 然後已經休息好的麵團 把它擀開 然後我們再放入我們的片狀牛油 包裹入內 旁邊我們要把它收緊 再沾上一些粉 再把它擀長 然後我們進行三折 接著我們再用保鮮膜包起來 然後我們休息冰箱 大概一個小時 這樣子的動作呢 我們會重複六次 接下來呢 我們會把我們的麵團擀開 至2mm的厚度 然後我們再用這圓形的麵 把尼瑶的形狀割出來 然後擠上我們的杏仁鮮 然後呢 我們再掃上一層薄薄的水 讓它沾黏 接著下來呢 我們把第二個餅皮放在上面 要確實地壓緊 不然的話 裡面的餡料會跑出來 然後塗上我們的蛋黃汁 塗抹蛋汁完成後呢 先把它放入冰箱 大概30分鐘 休息30分鐘過後 我們會用叉子 往中心點 拆一個洞 接下來呢 我們可以擱上自己喜愛的花紋 烤爐方面呢 我們已經預熱了180度 我們已經預熱了180度 烤烤時間呢 大概是50至60分鐘 我們也沒有做出這種刀 我們要看到 我們要把小糖果 Productions 不用擱力 我想見 我們要不要買 compromising 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可以做什麼 我們可以做的 就是要玩 我們不能在玩 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可以做一些 我們的樂團 今天我才知道我们这位老师 他来过我们节目几次 我今天才知道他的华语名字 我完全没你 因为 我只记得他叫Niklas 是 我们今天要做动起来的部分 我们要请到这位老师 不知道是有没有忙着开演唱会 我们周翰伦老师 老师 你好 老师 今天要教我们什么样的动作 要练哪里 好 其实 美丽森波 其实是我们用这个来做 强烈的动作 就是比较爆发力 可是今天我们这是拿来做的 比较简单一点 我们现在有来示范一下 因为这颗就是Medicine Ball 对 老师说它因为长得有点像药丸 是不是 对 然后因为它对身体有好处 所以它有治疗的效果 我跟老师手下拿这颗是多少kg 你拿着也是6公斤 陈丽萍是1公斤 针对手臂比较细的设计 好 老师 那我们教我们做吧 好 简单 首先 坐下来 先坐下来 好 这就是配合欣怡之前的腿上 对 都会设计的 所以坐下来 好 首先 如果难的话不要难一点 摔你们脚直 身体直挺胸 不要拖背 好 好 拿着这个球 挺胸 推上来 直 对 腿不直 对 好难 好难 如果真的不能稍微 你们脚可以强一点点 会比较容易一点 为什么我们要坐着做呢 其实这样的话 你要沿着多一点你的脚 比较你们站着做 好 老师 你推 我看你手的方法是怎样 两个是这样子推是对的 对 要直 直直上就对了 对 直完 对 因为你的六公斤 我的手不轻 我反而觉得脚不是重点 老师 我的手不够力 对 对 你推上来的时候 你的脚要沿着很多 你可以站着做的分别是很大的 好 如果我没有能力举起这个球 可以用空手就是 空手是可以的 只是如果你空手 或是重多你脚多一点 你手就比较少 好 第二个动作 好 第二个动作 好 准备一下 好 好 接着吧 所以第一次往你的脚 好 睡下来 睡下来 好 手 直 脚趋 是吧 对 刚才不可能 脚得起来 脚强上来 低下 老师 健身房有没有比较轻的 有 就是因为我的健身是比较 没有六公斤 算了 我放弃 你可以这样上 抱住 好 睡下来 我的天 对 如果真的不难的话 你们可以这样抱住 抱住 好 我要移 你知道我就是用没有球的情况 都起不来 对 因为最大的问题 我们只有六公斤 最轻而已 好 好 所以这样做 老师 这样是练到哪里 崇利敬你还可以 你推得起来 不错 练这边 可是确定要挺胸 如果真的不行 你们就空手 好 没有有人拉我们起来 好 第三个动作 好 第三个是Russian twist 首先你们的脚 这样放着 尽量地不要放下来 不要打直 对 挺胸 手拿这个球 好 往左右 动一动 对 这个看似简单 但其实它蛮用到这边 腹部的肌肉 对 还有一个东西 如果是你们要做比较难一点 你可以退后一点 往后退 对 对 因为听说有一些俄罗斯扭转 是要就是比较往后躺一点 对 越厚就越难 越前就越容易 如果真的是往后 你感受到你的腰的话 就挺胸 前一点 容易一点 好 可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要留意什么 如果我退后 可是我的肩膀不对 还是没有办法 如果真的是退后 你感受到腰 你就要放前一点 就错了 就往前一点 好 就我们脑袋要一直想着 我们退后的时候 用的力是用这边来抓住 我们自己的身体 对 然后挺胸 对 挺胸 好 会讲不会做 好 所以今天这三个动作 就是有Manderson Ball的部分 可是老师还是建议 如果不行的话 先用就是 新习惯的动作开始 对 恭喜 好 现在我们要是 你家里的朋友 跟我们一起来做 今天的这个Manderson Ball的 一些运动系列 如果这样来没有 这个球 老师可以用什么代替 水罐 可能1.5厘的水罐 就够了 好 也可以 好 好 第一次我们要做多少下 好 来 5下可以了 今天5下可以了 好 好 挺胸 推上来 吐气 1 3 吐气 你的每次用力的说是 吐气 下吸吸 第4下 4 追一下 3 吐气 好 好 第二个 好 我们睡下来 睡下来 那个脚 对 要弯 好 脚要弯的 好 好 好 上 2 2 老师 我脚一定会起来的 每次 你要有半按住脚是吗 一定要有按着脚 我记得小学的时候不是 对 对 可是现在没有 就是没有换着 好了 尽力了 挺胸 上 2 再多3下 上 2 3 好 好 那老师如果在家好像欣怡这样的脚 因为翘起来 我们可以顶住那个墙壁 对 找一个墙壁 或者顶住它 好 好 第三个动作 对 Russian twist 挺胸 脚起来 对 这样动 好 1 确定要挺胸 不要脱背 好 好 1 你手会放这样 好 就合掌是不是 对 你可以来每一个右边突起 左右 其中一边是突起 C7 突起 好 好 好 那这个就是今天的运动 不过还是要有一些 也是有迷思的地方 问一下你何小时 对 我们在做这些 尤其是有需要脚弹起来的动作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正确的做法 是脚跟到就好 还是我边必须脚掌往下贴 稍微拿上来一点 稍微拿上来一点会比较好 稍微拿上来一点会比较好 对 那老师还有一个就是 比如说有曾经腰伤的朋友 他们做运动的时候很躁躁躁 像这种运动他们可以做吗 如果真的痛就 我会 prefer不要做 OK 如果真的不能的话 做从最基本的就是 不用重量先 OK 就是用手 这样都可以 刚才那个俄罗斯 就是扭转对于瘦腰是非常好的 可是我经常会有一个感觉就是 我感觉好像扭不对 到底是应该我的肩膀 带领我的肩膀去扭 还是 你的肩膀 还是我的肩膀 其实带领着我身体去扭 还是只有手 是 因为很多时候 很多人做错了 对 其实他没有再扭到 你知道 所以我们需要你的肩膀 挺胸的 所以还是要轻轻的一点 有一个角度是这样吗 对 所以如果这个的话 我的脚直跟我的脚不直 又有什么分别 OK 如果这样你放完的话 其实你是没有什么 用到你的肩膀的 OK 这样的话你用的比较多 是 如果这样的话没有什么用到 明白 所以每个细节都要照顾到 那才可以达到 你要训练的那块肌肉的一些 就是变得更好这样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 尼克小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谢谢周翰伦 好 也希望大家如果要重温 这一套练习活动的话 对 就到Dundund.com.my去看一看吧 那明天呢 明天我们来聊一下 这个打不死的小墙 很多人都很怕他 是 到底怎么处理他呢 明天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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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